记者欧素美台中报道,台中市是碰干的重要产地,今年受气候影响,碰干效果率大增,价格低迷,农业局为减少农油损失,办理碰干收购加工作业,原本预计收购1642公顿,因效果太多,目前收购已近2400公顿,将持续收购至明年元月十日止,预估收购量将突破3000公顿。 台中市柑橘类种植面积达2592公顿,是台湾柑橘的重要产地,由以碰干为主,种植面积达1448公顿,年产量达28803公顿,今年饮余水少,加上农有受去年台风影响,减少蔬果,制小果或卖乡不佳的刺激品增加,每公顷约有二至三成的刺激品, 有的农有因果园缺乏灌溉系统,影响顺剧,小果率甚至高达六七成。 摊子区农会表示,周近23公分的碰干,今年每公斤拍卖价曾掉到四。 八元与去年每公斤25元,有如天壤之别,还好目前拍卖价已回升至约20元。 丰园区江姓农有表示,周近23公分的碰干每公斤拍卖价20元,根本不复成本,今年很多菊农都没赚到钱。 台中市农业局为降低农民损失,自10月起展开碰干收购加工作业,收购周近19至23公分的小果,每公斤收购价8元,再补贴每公斤1。 5元运费及劳务费零。 5元,原定收购1642公顿,因销果数量实在太多,只好。 新商家工业者配合增加收购,目前收购量已近2400公顿,目前还有约800公顿等待收购,预估至明年元月10日止,收购量将突破3000公顿。